投稿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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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在拆除的過程中非常多的餘症 它不斷的傾斜 我們透過監測 後來我們加固了鋼糧以後 它才停止傾斜的移動 周邊的自來水 電力 炮製 還有路燈的復原動作 下午進行A7跑步作業 跑步完成 飄現完之後就會開放通行 康老師為了救貓卻被梁柱重壓罹難 幸好在整個拆除的過程當中 工人是克服困難合力搶救 貓咪最後是順利脫困了 而不久前 重型的機具是整齊列隊 吊起了吊臂 工作人員是脫帽鞠躬 向天王新大樓的罹難者獻上了祝福 拆除之後呢 接下來就是後續的清除作業了 預計19號就會鋪設不由路 能夠恢復周邊的交通 能夠恢復周邊的交通 請問一下